我是大年初生 今天是大年初生 所以我在這裡也祝大家 我在這裡祝大家 忠心是主 彼此守望 景盛套告 忠心施主 彼此守望 警醒大家 在新的一年裡 我們都很喜歡隨舊營生 在新的一年裡 我們很喜歡除舊營心 在今年裡 你在家裡扔了什麼東西 或者買了什麼回來 你們有沒有在家裡 扔掉一些什麼舊的東西 買一些什麼新的東西回來 有沒有人買了一些新的東西 扔了一些舊的東西 有沒有人 都沒有 大家都很慳 大家都很慳 我想問大家 如果你相信了之後 你的人生裡 有些什麼東西 你扔掉了 你們信主以後 有什麼東西 在你們的人生裡 扔掉的 在你的心裡 有些什麼東西 是更新的 有些什麼東西 在你心裡 是更新的 再問一下 你覺得主耶穌想你的生命 有什麼地方 是更新的 再問一下 你想 主耶穌在你的生命裡 在你的心裡 有什麼需要更新的 今天我們會透過 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節的經文裡面 今天要通過 路加福音二十七到三十八節 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節的經文裡面 來看看主耶穌想教導他們的門徒 怎樣用一個全身 暫身的角度 來看天國子民的生命 來看一下耶穌怎麼教導他的門徒 用這個傳新的角度 天國的傳新的角度 來看他們的使命 我叫這個呢 就叫做 暫身的生命 暫身的生命 在經文裡面 二十七到三十一節 經文是這樣說 經文二十七到三十一節 只是我告訴你們 這聽到的人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 凝辱你們的要為他祷告 有人打你們這邊的臉 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 有人奪你們的外衣 連底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給他 有人奪你的東西去 不用要回來 你們願意怎樣帶你們 你們也怎樣帶人 耶穌在這裏開宗明義 跟他講這一班的聽眾是誰 耶穌在這裏開宗明義的 講得清楚他的聽眾是誰 就是你們聽到的人 就是你們聽到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這裏是聽到的 所以今天你們大家在這裏聽到的 耶穌就是跟你講的說話 耶穌就是在向你們說 耶穌在這裏連舉了一些人 一些人對門徒的態度 耶穌在這裏列出了一些人對門徒的態度 他們的行為翻譜了一行 就座、凌辱、打和搶 他們的行為包括了恨、凌辱、打和搶 也就是說有些人出言來傷害我們 出手來攻擊我們 甚至搶了我們的東西去 甚至把我們的東西搶走 按住我們的天性 我們不輕易地讓人在身上拿便宜 按照我們的天性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讓人家在我們身上得到便宜 但是耶穌教導我們要改變我們這樣的心態 因為這不是上帝的生意的生命 因為這不是上帝的心意 面對這五種敵意的人 面對這五種敵意的人 耶穌用了相對的方法去做一個平衡 耶穌用了相對的方法去做一個平衡 分別是愛和要做一些好的事情 祝福、代討和欺權 分別是愛做一些好的事情 祝福、代討和欺權 還有兩種對財物、財富觀念的不同 就是包括了不要去搶回來 還有只是願意去撕予 還有一些對財物的不同的態度 就是不要搶回來 反正要衰 耶穌為何要這樣去教導門徒 有什麼目的在背後呢? 耶穌為何要這樣教導門徒 有什麼目的在背後呢? 首先我同意耶穌所說的這五種元素 是建立關係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首先我要講的是 耶穌要講的五種元素 是建立關係的很重要的元素 而且我們看見耶穌所說的是一個一個的進程來講下去 而且耶穌講的是一個一個進程來講下去 他先講愛 先講愛 因為一切關係的基礎都在愛上面 因為一切關係的基礎都在愛上面 因為如果沒有愛這些關係 可能只是建立在一些利益之中 因為如果沒有愛的話 這些關係是建立一些利益關係 舉個例子 如果你去監視賣菜 他說如果我們上街去買菜 你每個禮拜都去同一個菜檔買菜 每個禮拜都上一個檔去買菜 但是你不一定跟買菜那個人 突然間做起朋友上來 但是你可能不會跟賣菜的人 突然間做朋友 所以我們的關係都是一種買賣 在利益上的買賣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關係都是一種買賣的關係 利益的關係 怎樣會做起朋友上來呢 怎樣才可以做朋友呢 就是如果在某一方面突然有些需要 在某些方面大家有些需要 而另一方面給他一些幫助 可能是生活上一些提醒或者一些介紹 可能是生活上的一些提醒一些介紹 得到幫助之後呢 我們產生了一種好感 兩個墨路人就會慢慢成為一個朋友 得到幫助之後 那我們就產生一些好感 沃路人就成為朋友 而朋友之間就會互相祝福 朋友之間就會互相祝福 像今天我們在Facebook或者WhatsApp裡面 在微信裡面 我們會看到很多時候都會給予一次祝福 好像今天我們在Facebook 在微信上面都看到了彼此祝福 有些時候你覺得有需要呢 你在那裡問人家的幫助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在上面問人家一些幫助 能夠工作的我們就幫助 不能夠幫助的我們都會為他祝福 能夠幫助的我們就可以幫助 要不能的話我們也有太多祝福 若果你覺得那個朋友是重要一點的 你會為他代表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朋友比較重要的話 我們還會為他代表 有時候真的要有一個好的朋友 他傷害到你 我們都會原諒他 一個比較好的朋友 要是他傷害了你 我們也會原諒他 當然要有一個好合理的理由 會更加好 當然要是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會更加好 剛才我們提到耶穌有講出兩種對財物的一種觀念 耶穌也講的對財物的兩種觀念 一個就是我們要甘心去施餘給我們的朋友 一種是我們要甘心去施餘我們的朋友 就是當有朋友來問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去甘心去幫助他 就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甘心地幫助他 就算他拿了你的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了 即使是他拿了我們也算無所謂 剛才我所講的就是 我們一般在朋友上面 我們建立的關係當中 剛才說的是我們在朋友之間 建立朋友的關係之中 但我們要注意的 耶穌在這裡所講的 不是我們喜歡的朋友 你都可以對待他們的生命 但是我們要知道 耶穌這裡講的 不是我們在朋友之間對待他 他的教導是我們要面對仇敵的時候 要活出這七樣的特質 他的教導是我們在面對仇敵的時候 要活出這七種特質 因為罪人 即是說那些不屬於主的人 他們仍然他們的行為都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這裡說的罪人 就是那些不屬於主的人 他們是會這樣做的 他們就是願意去接納 忍害、施誉 給自己終結的人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接納、忍受、施誉 給自己喜歡的人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跟他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會給他一些什麼 跟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耶穌就在這裡說給他們聽 所以耶穌就給他們講 他說你們如果單愛那些愛你的人 有什麼可以仇謝的呢 罪人都是這樣做的 要是你們單愛那些 喜歡你們的 有什麼值得仇謝的呢 連罪人也是這樣做 如果你在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 有什麼可以仇謝 連罪人都是這樣做的 如果你們當上代那些 上代你們的人 有什麼可以值得仇謝的呢 連罪人也是這樣做 連罪人都是這樣 借給罪人 如數收回 如果你們借給人 也從別人那裡收回來 那有什麼可以值得仇謝的呢 連罪人也借給罪人 他們如數收回 耶穌在這裡重複這樣講 就是要講出他要帶出來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帶出他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帶出他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要帶出他的一個重點 但是我們必須要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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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耶穌講的仇敵是誰 耶穌講的仇敵是誰 這裡所講的仇敵就是對我們信仰有敵視的人 他說的仇敵就是對我們的信仰有敵視的人 在初期教會有很多人不喜歡基督 在初期教會有很多人不喜歡基督徒 其實他們不是一定不喜歡基督徒 其實他們並不是一定不喜歡基督徒 但可以很肯定的他們就不喜歡耶穌基督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喜歡耶穌基督 這些人他們認為自己是最清楚上帝 最明白上帝的 所以當耶穌基督講的仇敵在他們當中的時候 他們就不歡迎他 所以當耶穌基督降屍到他們當中的時候 他們就不歡迎他 當群眾喜歡耶穌跟隨他的時候 讓你質疵到他 當群眾跟隨耶穌的時候 他們就嫉妒他 當群眾很喜歡耶穌的時候 他們甚至要殺死耶穌 當群眾很喜歡耶穌的時候 他們甚至要殺死耶穌 他們不接受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 他們不接受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 他們不接受耶穌的神職 不接受他的教導 他們不接受耶穌的神經 不接受他的教導 所以他們同時認為跟隨耶穌的人 就是接觸上帝的人 所以他們同時認為 跟隨耶穌的人就是陷入上帝的人 他們就是那些撥亂反叛的暴徒 他們就是那些反叛的暴徒 其實保羅就是其中的表揚者 其實保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 在他未信主之前 他是以七部基督徒為他的使命 為他的光榮 在他阿西徒之前 他是以基督徒為他的使命 為他的光榮 所以他自己都這樣說 所以他自己這樣說 我也曾經是迫迫信奉者道的人 直到死地 無論男女都所拿下家 這是大祭司王 眾長老都可以給我作結席的 我有明瞭他們 達與帝兄的書信 往大馬事隔去 要把那女奉者道的人所拿 帶到耶路撒冷受刑 當然耶穌給我們的教導 不是叫我們任人如辱 當然耶穌給我們的教導 不是讓我們任人如辱 接受無理的控告 無理的虐待 接受無理的控告 無理的虐待 而是叫我們面對這些仇敵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來反應 而是教導我們在面對這些仇敵的時候 我們應當怎樣反應 我們要表現出一種從基督而來的能力 超越人的限制 我們應當表現出一種 從基督而來的能力 超越人的限制 以基督的愛去面對仇敵種種的攻擊 用基督的愛去面對仇敵種種的攻擊 包括無理的指控 或者是其他的傷害我們的事情 包括是無理的指控和其他傷害我們的事情 所以耶穌跟著後面有祂的教導 下面就是耶穌的教導 你們道要愛仇敵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 不指望歸還 你們的賞識就會大 你們也必做至高上帝的兒子 因為祂恩待那 忘恩的和作惡的 你們要慈悲 像你們的天 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去愛一個人 都相當不容易 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要愛一個人很不容易 我們需要很多的動力 很多的推動力 我們需要很多的動力 因為我們要接納和包容對方的和我們自己中間的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要接納去包容對方對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我再重新說 耶穌在這裏教導我們的 是要愛我們的仇敵 再重新一下 我們這裏講的是 耶穌要教導我們的事 是愛我們的仇敵 很明顯就是 比愛一個我喜歡的人 需要更加大的動力 很明顯就是 比愛我們喜歡的 要更加大的動力 因此 耶穌就在這裏解釋 愛仇敵對我們的重要性 所以耶穌在這裏解釋 愛仇敵對我們的重要性 我們先看看保羅對耶穌 基督的解釋 讓我們知道耶穌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裏看一下 保羅的解釋 看耶穌給我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保羅的解釋 保羅說 因我們還原肉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為罪人死 為一人死 為一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再次向我們顯明了 現在我們既靠著祂的選稱意 就更要藉著祂免去上帝的憤怒 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上帝兒子的死 得以上帝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物得救了 保羅 保羅能夠寫出基督寫的大礙 保羅能夠寫出基督 pozordia 寫的大愛 很重要的 首先是她不是寫人的經歷 很重要的是她不是寫錯於其他人的經歷 她寫的是自己經歷耶穌基督的一件事情 他写的是自己经历耶稣基督的事情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将保罗所写的这段说话 套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很简单 保罗所写的那一段话 套在进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发现昔日的保罗 就是做基督的神明 我们会发现 昔日的保罗就是做基督的从事 他自己的主动来逼不教会残怀残态 他积极主动地去逼迫教会残态幸福 但耶稣没有因为保罗的行为 而要定他死罪 但是耶稣却没有因保罗的行为 定他死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流出来的保血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保血 所承受的救恩同样地 来可以拯救了保罗 所成就的救恩 同样地拯救了保罗 令保罗能够因耶稣基督得称为义 使保罗能够因耶稣基督得称为义 能够同富相低和好 能够和父上地和好 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你对他做的迫害 而成为他的仇敌 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你对他的迫害而成为仇敌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样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耶稣他透过自己的牺牲 他的写命 你都可以换取世人的自由 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牺牲 他不单止为了他所喜悦的人 不单是为了他喜悦的人 他同样地是为了罪人 同样为了罪人 为了那些逼迫罪的人 为了逼迫他的人 甚至乎在十字眼前面 来到击笑耶稣基督的人 甚至是在施加前面讥笑他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 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 面对逼迫你的要给他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面对逼迫你的要祝福之可祝福 祝福不能咒诅 耶稣基督在这个教导上 给了环徒一个很特别的赏词 耶稣基督在这个教导里面 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赏识 这是一个极大的赏词来的 一个极大的赏识 究竟带到什么地步呢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于是我就查看一下 在圣经里面 特别在福音书里面 尚伺这个字究竟如何用 于是我就查看了一下 在福音书里面 赏识这个词到底是怎么用的 原来这个赏识的字 是跟公价这个字在一起的 原来赏识这个字 跟公价这个字是一起的 是同一个字来的 是同一个字 就是说你做了些事情之后 会得到一个回报 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会得到一些回报 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 我们拿来看一下 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 我们看一下 人若因我欲罢你们 迫巴你们 连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就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上次是大敌 在马福音里面说到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识 但是在其他经文里面 没有讲到赏识是什么东西 只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讲到这个赏识是什么东西 这个赏识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 你们的赏识就必大 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代那忘恩 或作何的 你们的赏识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代那万恩等 为何耶稣要指出 很清楚地指出 按着他的交道去爱受敌 可以得到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这个赏识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 按照他的教导去爱受你 就可以得到 很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这样的赏识呢 我想到的 我想到的 因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因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正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到 保罗所说的 他说 唯有基督作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和死上帝的爱 就在此相同显明 因为刚才说到 耶稣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上的爱 就因此显明了 再次显明了 罪人也都包括那些 敌对耶稣基督 罪人也包括那些 敌对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想一下 耶稣基督他临世圣天之后 我们看一下 耶稣基督 基督临世圣天以后 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我们 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就是 他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就是他在地上的代表 代表着上帝的宽恕 他的怜悯 代表上帝的宽恕 和他的怜悯 也代表着上帝的爱 也代表上帝的爱 而耶稣基督的宽恕 而耶稣基督的宽恕 和怜悯 而耶稣基督的宽恕 和怜悯 我当时按照一个代表 这样去做 我们所做的 就是真正在做 他儿子做的事情 我们去做的时候 就是好像 他儿子做的事 做的一样 没错 就是他独生儿子 在地上所展现出来的生命 就是他独生儿子 在地上展现出来的生命 因为他恩代那 亡因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因为他恩代那 忘人的 是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父上帝是透过他的独生儿子 把这个爱好具体地 在十字架上 展现给每一个人知道 父上帝的爱 通过他的独生儿子 在十字架上展现给人 看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上帝的慈悲 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 这就是上帝的慈悲 就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 凡是愿意这样做的 他这些人得到的上识 就是能够成为上帝的仪女 所以 能够这样做的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赏赐 成为上帝的儿女 反过来说 亦都指引上帝的子女 才能够展现出 爱仇敌这个功夫 反过来说 也只有上帝的儿女 才能够展现出 这种爱仇敌的功夫 功夫 功夫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知道 去爱仇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知道 爱仇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想到爱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爱仇敌的时候 上帝竟然应许被我们必作至高者的仪女 上帝竟然给我们应许被作至高者的仪女 你认为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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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是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们到最后的一个段落里面 我们到最后一个段落里面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会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会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能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奸下奴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性 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分段过程里面 我们在圣经分段过程里面 在这个段落37到42节 我们在这个37到42节 我们经常会将它 归入另一个分段里面 我们经常会把它 归纳到另外一个分段里面 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的分段 通常都会叫这个 是不论断别人 为一个分体 在圣经里面的分段 在圣经里面 它会作为不论断别人的小要题 但是当我今次来到去 知道我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是 这是我知道我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从一个整个段落 这样的分段来去看这段经文 我就从这个 总体的段落分段去看这个经文 而当我这样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耶稣 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和爱仇弟的时候 当我这样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和爱仇弟的时候 而我们又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 去这样做的情况下 而我们又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 去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想我们很不要浪 有一种令人犯罪的情况 我们会很容易落入一种 让人犯罪的情况 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自己已经可以做到耶稣 给我们的教导 因为我们会认为 我们已经可以做得到 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能够爱仇弟 我们的心里面 就很容易产生了一种的骄傲 我们可以爱仇弟 我们心里 就会产生一种骄傲 情况就是 你看我有多好 情况就是 你看我有多好 我可以原谅那个 伤害我的人 我可以原谅到 伤害我的人 他曾经对我这样的攻击 他曾经给我这样的攻击 但我靠着耶稣已经得胜 但是我靠着耶稣已经得胜 我可以原谅他了 我可以原谅他了 这件事本身是一件高兴 值得高兴快乐的事 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值得高兴快乐的事情 但是 如果我们将我们自己能够成功的事情的时候 成为对别人的论断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成功的事情 作为对别人的论断 对别人的定罪 对别人的定罪 这就不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这就不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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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吸烟的习惯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吸烟的习惯 试过很多次来到去戒烟都失败的 很多次我尝试戒烟都失败了 最后我在92年的时候 我靠着耶稣 我能够将烟解了这个习惯 92年的时候 我靠着耶稣戒掉了吸烟的习惯 当然我觉得很开心 当然我觉得很高兴 也都成为我和你分享主耶稣基督的信实 和能力的见证 也成为我向别人分享耶稣基督信实能力的见证 但是 若果我看见别人吸烟的时候 当我看见别人吸烟的时候 我就因为我这个经历 来否定那些人 在主里的人戒烟不成功 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经历 去看那些在主内的戒烟不成功的人 我就说他们没有信心 我就说他们没有信心 我就说他们没有依靠主 我就说他们没有依靠主 就说你的生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就会说他们的生命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过了一段时间 如果我见到那位弟兄姐妹 他仍然在那里吸烟的 过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我还看见那位弟兄姐妹 自己吸烟的话 我心里就定了他的罪 我的心里面就定了他的罪 他都不能信耶稣的 他并不信耶稣 因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圣 因为我们不是可以靠着耶稣得圣 如果你靠着耶稣得圣 为什么你不行呢 如果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圣 为什么你不行呢 你不能够做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不行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没有依靠主 你没有依靠主 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是基督徒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我真的有吸烟的习惯 我介绍了 洗烟的习惯是有的 也戒掉了 但这种来与此的心态 会不会在我们中间出现呢 那类似的心态 会不会在我们中间出现 有些罪我们已经胜过了 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 有些罪我们已经胜过了 我们就以为已经得着了 我们就站在一个属灵高地的地方 我们就站在一个叫属灵高地的地方 来批评弟兄姊妹 来批评弟兄姊妹 是这样不行的 但这样不行的 说他这样 不是 我们说他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再说 这个不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再讲 这并不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到他生活的时候 这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很困难的事 我们能够说一方面 我们能够成功的 我们心里面就产生了骄傲 我们不能够一方面 一方面因为我们能够成功了 就产生骄傲 我们就要论断别人去定别人的罪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犯了一条的律法 我们只要犯了一条律法 就等于犯了所有的律法 就等于犯了所有的律法 所以圣经警惕我们 所以圣经警惕我们 叫我们不要论断别人 不要定别人的罪 叫我们不要论断别人 不要定别人的罪 其实是更加深层的一个意义 其实更加深层的意义 我们涉及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侵犯了律法 第一我们侵犯了律法 就是我们侵犯了圣经的律规 就是我们侵犯了圣经的权利 因为只有圣经才能够对照人生命的事与非 因为只有圣经才能够对照人生命的事与非 而是我们所有被造的人 我们所有被造的人 我们都是物为肢体 我们都是物为知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定别人的罪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定别人的罪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论别人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论断别人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超越了律法的解答 我们这样做就超越了律法的界限 第二个就是侵犯了上帝 第二个就是侵犯了上帝 因为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因为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他就是上帝 他就是上帝 你和我都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的对付错 你和我都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的对付错 最好的我们就能够彼此当面去沟通 最好的是我们能够当面彼此交通 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提醒 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提醒 切勿在背后来论断我们的姿体 切勿在背后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跟着给我们的教导 就叫我们不单止要接纳别人的软弱 更加谣恕别人在软弱上面的失败 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不但要 饶恕别人的软弱 而且要饶恕别人在软弱上面的失败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去帮助人 从软弱当中来站起来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去帮助别人 在软弱中站起来 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也应会给我们有同等的帮助 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尚别应许给我们同样的帮助 但你留意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就这样解下去 可能会有一个危机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照这样的经文解释下去的话 会产生一种危机 就是今天我去帮助人的时候 上帝会用同样的帮助 来帮助我面对困难 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去帮助人的时候 上帝会同样的用这个帮助 来帮助我去面对困难 上帝会用帮助来回报我 上帝会用帮助来回报我 我们很容易就走入一种危机当中 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种危机当中 就是我为上帝做一件好事 就是我为上帝做一件好事 上帝就应该来到去保佑我 家着平安和风化的身体健康 没有病好痛 上帝就会保佑我们交代平安 风轻化解 无疾无痛 我想圣经所说的意思 并不是着意说当下 或者我们说今生里面的英文 但是我想上帝跟我们讲的并不是当下 或者是今生的应许 注意我不是说当下或者今生的应许并不重要 并不是说当下和今生的应许并不重要 而不一定是上帝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但是这不是上帝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耶稣都说过我们在地上没有苦难 耶稣说过我们在地上会有苦难 耶稣要我们看见将来发生的事 耶稣要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 因为耶稣说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 因为耶稣说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很明显这是指向审判的日子 很明显这是指向审判的日子 就是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上帝就是凭我们生活为人 来到去恩待我们的一个法码 上帝就是用我们的生活为人 去作为恩待我们的法码 因为其实我们本身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罪人 上帝如果要审判我们 我们必然是受缴罚的 如果上帝要审判我们 我们就一定会受刑罚 所以我说是上帝用我们的生活为人 成为恩待我们的一个法码 所以我说上帝是按照我们的生活为人 成为一种恩待我们的法码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没有论断过人去定别人的罪呢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论断过别人 会不会宽恕别人的过错 会不会给别人一个再一次的机会呢 会不会宽恕别人的过错 会不会宽恕别人的过错 给别人再一次的机会 有一次有个文士和法利塞日 来到抓了一个行人的时候 犯监人的一个女 一个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 有一次文士和法利塞人捉住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女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要试探耶稣 他要试探耶稣 看耶稣有没有看着摩西的律法来定他死罪 看耶稣有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定他死罪 如果当耶稣定他死罪的时候 那耶稣就会犯了罗马的法例 如果耶稣按律法去定他死罪 那耶稣就会犯罗马的法例 所以看来耶稣是落在一个两难的地方 耶稣看来是落进了一种两难的地物 但是耶稣很有智慧 你也会回答 耶稣很有智慧 他就问这个是有罪的 可以先拿石头来扔这个行淫的妇女 他说谁没有罪的 可以先用石头打这个妇女 接着那些人群就由年纪最大的 开始离开的一个一个一个离开 于是人群就有年纪最大的一个一个离开 去到最后静了 最后都安静下来 耶稣就问那个妇人 没有人要定你的罪吗 耶稣就问那个妇人 没人要定你的罪吗 这个妇人就说没有啊 妇人说没有 因为只有耶稣可以留在当时候的那个场合 因为只有耶稣能够留在当时这个场合 也都就是说只有耶稣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 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 耶稣怎么说呢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不要再犯你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耶稣不会定这个犯了 那个奸人罪的妇人的罪 耶稣没有定这个犯的奸人罪 妇人的罪 鼎姐妹 我们又怎么可以定别人的罪 弟兄姐妹 我们又怎能去定别人的罪 从这样来看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体重的是我们怎么活出爱 由此看来上帝要我们看重的是如何扩充爱 是叫我们怎样成为别人的帮助 是要我们怎样成为别人的帮助 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 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力的见证 透过我们来到被人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透过我们让人家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来总结我们看一下爱仇敌和耶稣给我们一个赞生的生命观 总结 看一下爱仇敌是耶稣要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观 因为当我们去实施爱仇敌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实践爱仇敌的时候 不单可以消除了一些恨愿 不单能够消除一些恨愿 更加可以能够应许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更能够凭着应许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是能够活出上帝在人原先的计划 就是能够活出上帝在人原来的计划 正如我刚才说的今天是大年初三 刚才说的今天是八年初三 是九年之前 是九年的开始 我们会不会把握这个机会 将我们的生命献成给我们的主 将我们的生命献成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爱 传递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让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爱 传递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叫他们的生命因着主 而得着改变 让他们的生命因着主 得着改变 叫他们的生命因着主 而得得更加丰盛 让他们的生命因着主 获得更加丰盛 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祢 是祢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祢的爱 今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些引起我们的情绪 你知道我们对不同的人有 心里面有一种受恨 有一种不习惯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的爱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叫我们改变 叫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的爱 是邪己的爱 是牺牲的爱 让我们可以看见祢的爱之后 我们经历祢的爱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份爱 全到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同样的来经历上帝的爱 这个我知道是上帝祢的信义 因为祢应许 但我们怎样做的事情 我们同样是主祢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在祢面前来立志 来把我们的生命 祢叫在主的手里面 求主祢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跟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那首诗歌是 让爱走 就是提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爱不应该停下来 我们的爱应该是一个活动 我们的爱应该是走出去 让其他人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就一起唱吧 周心 周波杯水 周心 周波杯水 让每一个心 再次被激发 用命运行 神主的生 让每一个灵魂 在自我落海 让爱的灯 让你的爱 保证是我的种子 最后感情 变成每一个灵魂 让爱的灯 让你的爱 保证不断的荣光 在上阳光 变成是我的灵魂 走过伤心 走过泪水 让每一个心 再次被期待 用命运行 在主的守候 让每一个灵魂 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过 让你的爱 保证是我的种子 全光扬起 变成每一个灵魂 让爱就走 让你的爱 保证不断的拥抱 战盘阳光 变成是我的灵魂 你用着能够的 thumbs up 住骑